剛剛也提到說現在凱米颱風是從宜蘭登陸了 所以宜蘭的境內平均的風力達到了8級 所以高工局宣布 國道5號投城蘇澳雙向路段 實施預警性的道路封閉 禁止車輛行駛 最近狀況交給蘇紫潔 紫潔 好 觀眾 凱米颱風現在持續的進逼 雖然我們現在人在的呢 就是國道5號的扎道口 雖然現在看得出來風雨相對是弱了一些些 但是因為其實整個月晚 以及到明早對於宜蘭 整個影響會更大 但是也因為整個宜蘭境內測得的風力就達到8級 所以透過我們的畫面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國道5號的扎道口 那邊這邊就有這個管制車停在這邊 要告訴你高架道路是禁止進入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在車輛要過去了 基本上他也發現現在好像不能上去 所以他現在也是特別慢了下來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封閉呢 就是因為宜蘭境內現在測得的風力 是高達了8級左右 所以現在整個投城到蘇澳的這個國5路段 是雙向封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現在車輛也不曉得到底該不該過去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是高工局的這個通知 因為現在整個境內的風速是越來越大 所以雙向目前都還是在封閉當中 所以要特別提醒您如果要路過的話 千萬要記得要來看一下高工局的通知 否則您可能就會像這輛車一樣 有點不知所措 以上向最新 我們把閒鏡頭交還棚內